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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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出发去荷兰 看到这个逃跑画面 我好像有可能是敲了半堂课去赶飞机的 我在路上的超商赶快买一根热果面包 真的怕飞机上的东西很难吃 会不会饿死 我在线上check-in过了 所以就直接进去等起飞啰 嘿嘿 你们家 看看这是谁啊 Hello excuse me 嗨 嗨 你要去哪 跟你同一班飞机啊 走起 走起 给大家看一下荷杭升级版的三明治 还有迷迷可乐 可爱 它这个杯子还有它的雕像 这一趟会有很多吃不的画面 KOM的三明治有很明显的进步 可是这个脸只能这么带一只啊 可是这个脸只能这么带一只啊 好的 吃饱继续飞行 接国车来喽 米达荷兰机场 好 好 我原本是要从这个鸡台买票的 可是它没有我要的票子 所以我就去柜台买了 Amsterdam Regional Travel Ticket 嘿嘿 很棒 我要坐上去了 我买这个 因为我这张卡需要在楼上 因为我这张卡需要在楼上 楼上 要什么啊 楼上刷 刷卡认证 我又下去了 我买这个 Amsterdam Travel Ticket 红色的这个 因为 我明天要去花园 我本来要买那个 三天的Amsterdam Travel Ticket 但是它只有到机场 它没有到花园 所以我那时候零贵我就 买这张红色的 就是 不行啦 因为我要三天的话 就 这样 然后这个花园 如果它要买它的交通的话 我要去多少 然后三十几公司 还有一个小说 就直接自己付出一次 然后就 因为 这个 好 超大的 超大的 这个 然后我真的不会很 真的不会看地图 下车的时候 我又折腾了一番 因为我是找不到刷卡机 要记得上下车都要刷卡哦 好 这个超酷 这个到底是什么 自取素食 开始迷路 A3 A4在哪呀 虽然迷路 但车站还是得拍的吧 这么好看 哇 后来我还是找不到电车的站台 所以搭了地铁去我晚上的住宿 这些房子好可爱哦 而且今天天气很好 虽然这里在施工真的是 包住到处包在施工 咦 换咕 到了我两天晚上的住宿 而且The Bulldog 是荷兰的Coffee House 创始店哦 我那时候一进门就闻到超重的马味 然后就有点瞎到 后来想说 对哦 这里合法耶 Hotel的隔壁连着就是Coffee House 所以超级方便的 我check in之后 他们就发给我一张房卡 跟一条很像夜店的小房 然后就自己去找房间咯 闯入 我在开房间的时候 反顾了一下四周 确定没人才开始大排特拍 我是定8-12个人一间的情侣 不然阿姆斯特丹的住宿真的神贵 厕所 雨室 这样小小的 很大耶 这个柜子 这样 空间还很多耶 嗯 出门 这个也太大吃了吧 好肥啊 我刚刚要坐电车的前面 有另外一台电车 然后 它就没有开到前面 却被我开走了 所以 我只能来搭地铁了 刚刚要开走一台电车 地铁 自己出游 嗯 车一直跑应该是正常的吧 嗯 来试看看我在小红书上找到的餐厅 很适合一个人的桌子 好大 这里转过去 这是人家的脚耶 我今天呢 就跟我鲜鱼 用餐 做好了 嗯 对我刚刚拿到了 荷兰博物馆卡 荷兰博物馆卡 嗯 美味的 我刚刚在看这个 Dutch Beer Netherlands 想说 买一杯来看看 可是它5.1 我现在 天还没按呢 嗯 不知道怎么形容它欸 它有种 麦香 好像讲废话 对 但很顺 我觉得不错 很好喝 不想说为什么会给我叉子 但是应该 没叉吧 嗯 怎么这样 嗯 有咖喱味 我觉得 这味道 蛮好吃的 可是它里面那个馅料 有点 有点 惊讶吗 我不知道怎么 我又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因为肉是 比较稠 它是 嗯 这样形容好像有点 纯粹 像酱糊 酱糊 那个口感 但味道不错 就很像咖喱 我整个说 这盘适合 嗯 多一点人来分 因为它这排有八颗 我刚吃到 第四五颗就 有点开神秘了 而且我今天整天都吃 吃淀粉 用到飞机场的时候 就觉得 天哪 我们那个 身体费担 小大的 最后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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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臭 好臭哦 因为觉得那盘肉球真的超腻 所以决定来买沙拉 还有意外发现的巧克力牛奶 晚上决定走去红根去看看 当然不能错过啊 Red Light Secrets Museum的票是我前45分钟订的 所以可以用上面订票比他们官方卖的还便宜一点 进去会发给你一个机器 让你到每个房间少对应的号码就可以听解说 里面大部分都不能拍照 因为有性工作者的照片 所以我就只拍个他们的柜子给大家看 还有这里模拟橱窗的里面是可以拍的 就可以在这里搔手弄置给路人看 场上还有详细解说 教你怎么当个诱人的小姐姐 哇 这个墙大概是整个博物馆的精髓 超多离奇的真人故事分享 还有非常有名的小粉像 但我那时候看假期就却不 然后想说我一个人看得好像有点无聊就算 而且我也想睡觉了 反正回来就一个路过一个坑了 对我来说算有点早洗灯 11点左右就关了 我那时候刚洗完澡也不好意思那么晚吹头发 就直接晚安啰 七早八早都还不忘记要转场 早安 现在8点22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的桃红色衣服 就是 剪 就是死亡芭比粉 我之前在 台湾买的 因为被 被我同学 说服 不是 我那么入 买了一个我 平常根本不会穿的颜色 我想说 这次 趁自己出来玩就有机会 我就 就穿了 反正都买了 不穿就有点可惜 早上好空喔 没什么人 我要坐地铁去一个转运站 接Cookenthal花园的接驳车 Region travel ticket 全部都可以搭的 人好多 人好多 这些花应该就多了吧 走起 跟着排队 好多人喔 哈哈 火爸的眼睛 好多人 黑豆 伽異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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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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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的地圖 還好我昨天有早睡 我本來今天要8點50出門 但我今天是8點20到8點半 然後我坐到這裡的時候 也已經9點54了 所以基本上是剛剛好 狀態 什麼還有動物 太沉 這隻是什麼 可愛耶 還是小羊 啊大羊 看啥看呢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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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開始迷路 喔 亮喔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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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巨大的風車觀景台 很多的木鞋紀念品 荷蘭的木鞋這麼多是因為早期很多人會穿木鞋 荷蘭的土地很潮濕 去做工的時候繳融溪 所以他們做的木鞋可以防潮又防寒 那到現在他們不穿了 就轉變為一個當地特色 還可以大賺一筆 要去看室內的各種花 這裡有很多漂亮的蘭花 我同學看到我拍給他的照片說 這些該不會是台灣進口吧 哇塞 這個花也太美了吧 奇怪顏色的 嗨 溫馳的花朵 嗨 花瓶 中花瓶 大花瓶 嗨 嗨 嗨 這個是風信子耶 我喜歡的花 想要去研究一下它的花語 他說 如果你把整桌花剪掉 它會再長出來 意思是 重生的愛 餐廳 製造我的餐廳 我來不能偷到一口叉子 我現在只在喝的是我能不能偷到一口叉子 吃我的沙漢 太棒了 感到一隻叉子 看 這樣好像很壞喔 昨天從超商帶過來的 介紹一下沙拉 跟一些 紅沙蝦 還有巧克力牛奶 我昨天是因為很想吃菜 才買這一盆的 結果昨天太飽了沒有吃 所以我現在 一大早吃這個菜我覺得 像剛剛原池裡面的是羊 這菜其實是非常的單調 它下面還有麵 只是配這個泰式 甜辣醬好像有點奇怪 那還好有這個紅沙蝦 哎呀 撈不起來 紅沙蝦是蠻好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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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有趣 它叫爆米花 呵呵 這有點像耶 但我覺得有點像金牛角 藍色的金牛角 嗯 嗯 天氣好好耶 本來這個花園 我推薦要穿運動鞋 這樣走一走真的不會累 而且 這個園區很大 真的很大 超大 這是韭菜吧 還是蔥啊 認真 這裡面花好多 人也好多 嗨 是隻大象呢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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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班小孩子要玩的遊樂場 這裡有個熊孩子的爬樹 感覺跟我小時候很像耶 他們的雞怎麼可以養這麼肥啊 他們的雞怎麼可以養這麼肥啊 哎喲 臭熱鬧了 好可愛 哈哈 滷牛踢耶 剩下員工都在休息耶 我準備走囉 我準備走囉 等等是渡到寶上 哇 推薦早上來很棒 很棒 哇 哇 很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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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